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天球,我是凉哥 今天起床之后呢,估计很多球迷都被爆出的新闻所震惊 因为四台联又公布出几位涉嫌操控比赛的中国球员 首先呢,有一个事件的关键人物,梁文博 梁文博之前呢,因为在公开场合对女性朋友施暴而被罚款和社区服务 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然后呢,在八月份又恢复了自己的职业球员身份 但是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 在开赛之前在赛场被四台联的官员带走 并且还当场没收了他的手机 四台联做出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任何的解释 只是说调查 但是这些行动就引发了广大球迷的猜测 大家呢,众说纷纭 有些说因为以前的事情 有些说是因为涉嫌赌球啊,等等等等 但是呢,我们要一定等官方的结果出来 才能说这些事情 而在今天的公告里,四台联就明确发布 梁文博被调查和竞赛的原因是因为他涉嫌操控比赛 那么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对梁文博而言,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会报废 相信不少的朋友呢也看过一则消息 就是梁文博在被禁赛之后啊 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是他绝对没有打假球 然后他要揭露四台联的种种丑闻啊,等等等等 然后呢很快又删除了 很多球迷呢又会说 今天四台联发布的消息 就对梁文博当天的言论啪啪的打脸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啊 梁文博可能自己没有打假球 而是去操控其他人的比赛 为什么这么说 接下来我们就看另一则的消息 四台联宣布对中国选手 鲁林、李航、赵建波、白郎林、常宾玉 这几个球手竞赛 鲁林的世界排名现在是第41位 李航呢62位 常宾玉第77位 赵建波呢是去年刚进入职业赛场 然后白郎林呢也是处于保级的阶段 那么这几位球员的竞赛和梁文博的竞赛 是否有关联呢 接着又是一个大瓜来到 在四台联宣布对这几位球员竞赛调查之后 常宾玉又发文称 自己是受到梁文博的威胁 被胁迫打假球 并且他在听从这个安排 打了这场球之后 还一分钱的好处都没有拿到 这是为什么呢 常宾玉就说了 整个事件的开始呢 是比赛当天的早上 梁文博呢就打电话给他 并且用威胁的那种口吻啊 就说你晚上和吉米琼斯的比赛 我投了中注 并且呢还是下的波胆 就是买的比分 一比四 你晚上一定要按照这个比分给我输掉啊 常宾玉呢 毕竟是个20左右的小伙子 你看老大哥都这样说话了 别人又下了中注 你要是不听指挥的话 找你麻烦怎么办呢 于是呢他就同意了 同时呢还说好了 事后如何分赃 因为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没有好处的事情 谁也不会干 随后呢果真出事呢 因为你买的是比分 然后又下中注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随后呢 四台脸就开始调查 在调查的前一天 梁文博呢 就叫了他的一个朋友 来打电话 约常宾玉见面 见了面之后 梁文博的朋友呢 就打电话给梁文博 然后把手机给到常宾玉 让他们直接通话 然后梁文博在电话中 就告诉常宾玉 你呢千万不能把 我们之间的事情说出来 也千万不能承认你打过假球 否则我就会找你的麻烦 但是常宾玉心里害怕呀 大家可能不了解 打球的一些孩子啊 他们从小就一直在训练 对外界呢也接触的很少 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然后到第二天 四台联谊 开会调查的时候呢 常宾玉呢 就把他的这些东西 合盘托出 交代个一干二净 常宾玉的态度 还是非常的诚恳 他说他会积极的配合调查 打假球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也打了 也是自己的错误 不管是否受到威胁 他说不过呢 当时自己确实非常的害怕 还是希望四台联 能够公平公正的处理 那剩下的鲁林 李航 赵建波 白朗林 这四位球员 他们的事情大不大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一切等四台联的调查结果 为准 整个事情呢 已经给大家讲述完毕 球员涉嫌操控比赛 这是现在已经比较常见的问题 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呢 奖金是不是太少呢 我们来想想 丁俊辉前段时间 炮轰四台联的一则消息 大家可以回头去找找看 丁俊辉就明确的发言 就靠奖金活着 球员就靠奖金活着 确实还是非常的艰辛 任何的事情都有他的两面性 我们要去理性的思考 不过任何理由 都不是打假球的借口 好了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参与评论 我们下期见